花莲仙蓝艺协会109年的春季蓝展第一次和吉安相公所合作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盛大登场 有将近200盆各式珍贵兰花争取豆艳 今年的总冠军花是一株相当华丽高雅的仙女蓝 喜欢兰花的民众要把握周休二日假期到吉安浩克艺术村来赏花 109年春季蓝展这个周休二日假期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缤纷登场 有将近200株的珍贵兰花展现迷人风姿 我们今年春季蓝展的花 总共参展了有179株 那因为今年比去年晚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左右 所以内容有一点不同 就是先里来的部分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尤其那个多花类的 假如喜欢先里来的朋友可以趁机来欣赏 当然其他的也还很精彩 我们花联本来的特色就是比较多元性 就是各种男鼠都很多 所以欢迎喜欢兰花的乡亲朋友一起来欣赏 那当然当下疫情当前我们会对我们进到会场有所管制 就是说我们会量额温 然后要参观的朋友也希望大家戴口罩 今年度冠军花是一株相当华丽高雅的仙女篮 要恭喜我们的那个总办事 叶称桂先生 他的那个黑马肉丝 得到我们的总办军 这颗花相当赚光 他的那个花朵很大朵 然后那个形也很深 颜色很深 形状很 整体的表现非常平衡感很好 那获得诸位那个评审的青睐 花联系蓝艺协会 今年第一次和吉安相公所合作举办蓝展 乡长游淑珍 也欢迎大家前来吉安浩克艺术村赏花 缤纷吉安幸福快乐 谢谢我们蓝艺协会 我们的萧理事长 跟我们所有的蓝花的好友们 来到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分享美丽灿烂 非常多颜多彩多姿的蓝花展 今天带着欣喜的这样的快乐的心情 摆脱我们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纷扰 来到这里赏花 在这个赏花的期间里面 主持人真的非常感谢 大家为吉安相的艺文文化来付出 我们相信吉安浩克艺术村 属于大家的未来可以有更多元 更精彩的展演 在我们的浩克艺术村里面 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别错过了这样的好展览 浩克艺术村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赏 我们今年的非常棒的兰花大赏 春季兰展只有两天的展期时间 爱花的民众要把握机会前往赏花 这里会结合相报道 找到第二天的赏花